而这名窃贼啊也让大家恨得牙痒痒的在高雄一名独虫窃贼 他专门就锁定小港凤山一带车子停在路边的这些车子为主啊 他会用这个榔头呢破坏轿车的车窗之后 将车里的东西像是行车记录器或者是钱财通通偷走 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四五十位车主受害了 新男子一大早清晨五六点就骑着脏车 在高雄市的凤山小港一带寻找下手的目标 为确保快速脱身行窃时机车绝不熄火 这个榔头还有这个破坏器啊把这个玻璃敲破 敲破以后啊就直接把行的这里拔走 包括车内的财物 嫌犯至少犯下四十几起的窃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后锁定嫌犯 而趁胡锡男子到小港朋友家住处时一举情破 快点快点快点 嫌犯有毒瘾为求快速变现买毒价值五六千块钱的导航 一律一千块钱的低价售出 而接受征讯师还因为毒瘾发作半途送医 所以在征讯的时候因为身体受不了 结果我们赶快就送到医院 胡锡男子为求心安 随身配挂观音菩萨玉佩 但夜路走多了连神佛也保佑不了 乖乖伏法比较心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